小朋友们,你们好 欢迎来到WIT大讲堂 我是你们的菲菲老师 下星期呀,我们将要过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节日呢? 给你一个提示吧 这天是一年里面太阳最早下山的一天 你猜到了吗? 就是冬至了 冬至通常在12月21日到23日之间 今年的冬至是在12月21日 大家记住了 冬至的到来意味着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 中国人很重视冬至 你有没有听过冬至大如年这句话呀 这句话的意思是 冬至比农历新年更重要 人们会在这天祭祀祖先 在外地的人会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俗称称 现在全国各地在冬至有不同的习俗 南方延续了冬至即祖的习俗 并且流行吃汤圆 寓意着团圆 北方就顺行吃饺子 说起吃饺子 你知不知道它最初的名字叫做饺儿 如果你想知道饺子背后的故事 就记得要留意下一期的WIT大讲堂了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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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